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 我非常开心能够跟你分享一些我生命走过的路 我今天的总题就是《岩正影子论人生》 其实我有他的一个主题 我也告诉你们 他要写文章 那个主题就是《绝情谷的再生》 这个绝情谷不是由武雅小说来的 是由诗篇来的 是由诗篇来的 我经常觉得我们要在诗篇上帝的话 来得到的帮助才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同意的 你又能够走哪个圣经呢 我可不可以请你打开诗篇第84篇 我会跟你解释这篇诗篇 然后让你完全体会诗人的心路历程 你自然就能够在他里面找到安慰 请大家打开旧约720页 旧约720页 诗篇第84篇 那么我们要读要解那段呢 就是只能够做到五节到八节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 如果是可以给我时间长些呢 我就喜欢解成一篇的 但那个核心那段呢 就是五到八节 那你找到呢 我就很想读给你听 那你可以看着你的圣经 你就可以了 靠你有力量 心中想往食安大道的 这人变为有福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 变为全员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 盖门了全谷 他们行走 历尚加力 各人到食安 朝见神 要万军之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留心听 那这篇诗呢 那我们先知道呢 那个作者的背景 就是一个接近年老的阶段 就是晚年的阶段 那这个人呢 就一生呢 就是住在异地 住在什么异地呢 他自己呢 就是犹太人来 但是呢 一生呢 应该就是住在阿兰地 阿兰地呢 就是一个二邦之地 我们怎么知道呢 这个呢 就稍为复杂些 是因为诗篇里面 有很多阿兰地 和文化的味道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一些很专门的 经学者 才可以 测读出来 我们就就他们的 研究结果呢 我们就得其 享其 成果了 有很多人呢 就 非常之 念念不忘的 就是自己的故乡 耶路撒冷 更加念念不忘呢 就是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 那他既然一世都是住在异地呢 他们回乡的时候 他们就心里面呢 所谓呢 就是人接近异乡呢 你就会零射心脅的 就是呢 好像要见情人那样的心的 啊 那呢 他呢 现在呢 就来到 接近圣殿的时候 那 其实呢 在我们前面呢 第一第二字是交代了的 不过因为没时间了 很简单说 好吗 他呢 就说 他呢 如果那个人啊 第一字呢 他说 曼君之耶路华 你的居所 何等可爱啊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老年人回乡的时候 见到耶路华的殿 他发出那种的爱慕之情 哇 你的 你的 性所 你的居所 是何等可爱 有多可爱啊 他就说到呢 他说 我善慕喝上你的软穴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就是我整个人呢 都向永生神的欢呼 为什么他用什么办法衬托他出来 是这么可爱呢 他就是用了第三第四节 就是说呢 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 宴子为自己找着 刨错自旺 意思是这样 他其实很可能呢 就是黄昏时候抵达那个圣殿 那时候呢 麻雀之丫之丫之丫 就飞回树林 而那些宴子呢 又是在那些公的闲亮度来造巢的 亦都是黄昏百料归巢 宴子都飞回来了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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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一天的牢虎 找到食物 现在他要将食物 是带去 喂那些 那些 王口 就是说呢 那些小鳥 他的小鳥 他的小鳥 他要找他自己的刨错自窝 就是说 养育下一代的窝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非常之 有动感 又有声音 来将一个人黄昏的时候 回乡 那个情况 那他这个回乡呢 就是指到 淑宁的家乡呢 是多个 地上的家乡 他呢 就是以声变 为他回乡 回家 那个的 里面的 那个的感觉 那但是呢 我们 这个 五到六 五到八节呢 我们很多的翻译呢 是稍微蒙的 他又不是错的 但是又不够尽情的 那所以呢 有些地方呢 我重新将他翻译过 那是将 那种非常dynamic的味道呢 是带到出来的 那在我们这里呢 我们说 靠你 五节 靠你有力量 心中想望食安大道的人 即为有福 那这个呢 就 有少少 是可以改动呢 是更加活灵活现 又符合那个希伯华文的原意的 靠你有力量 我们的问题是说 如果我 不喜欢靠神呢 那我怎么样 他不是说一种理想的状态 no 不是 如果你能够靠神有力量 不是 他那里说的那里呢 是说 在你里面 有力量 而他心中呢 就朝着这个 朝圣大道的 路直奔的人 有福了 那跟我们现在这里呢 有少少不同 那里呢 就不是说 心中想望 那我还可以坐在书房的 那里呢 不是心中想望 而是说 我能够靠你 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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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是为什么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字来翻译流泪谷的字 流泪谷在我们的希伯林文本来就说叫做The Valley of Barker Barker就是犹太地,一个最干旱的谷 干旱的谷,其实应该译作是干旱谷就好过流泪谷 因为流泪谷都是有眼泪,那些泥都有一点湿湿的 它那里刚刚要干旱,不是这样的湿,是完全的不湿 是完全的不湿到什么地步呢?是一年大概少过三寸的鱼,是绝对干旱的 但是干旱,因为这个人心中想往食安大道这个诗人 他竟然能够将一个流泪谷,是变成一个全员之地 什么叫全员之地?它其实英文的Oasis是较为准确一点 是变成一个沙漠绿洲,大家知不知道沙漠绿洲是怎样的? 你是不是以为沙漠绿洲是有沙漠绿洲的地方叫沙漠绿洲 有没有地图,标志出来的,标志到沙漠绿洲都干旱了 原来不是的,原来我们说的Oasis是一个很大的有水的地方 大道片当然是很大的有水的地方,上面有百多棵的Palm tree 这个叫Oasis,Oasis不是水沓,不是小蛙的,不是一沓水 我们说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池,旁边是生了百多棵 由几十棵到百多棵的中栏树 在沙漠地,这些绿洲有很多的规矩 你两个部族的人,如果你要打仗可以,绝对不可以在绿洲打仗 第一,第二,绿洲的水绝对不可以浪费和污染,绝对不可以 两个族无论几大售口,不可以在绿洲开仗 绿洲很多时候集结架几个部落的人,或者几对的骆驼客在那里结析的 所以绿洲是一个很大的地,请知道你们有留意到吗? 它在说的是一个Valley of Barker,一个干旱谷,一个绝情谷 在一个犹太地,我相信很少人在沙漠生活过 我读书的时候,为了要拿体育A,就死捱烂捱 任他如何折磨,我都要他车我去沙漠 三天你不死就回来就可以了,三天不死 那你车去沙漠不给大水的,你不给大支屋城市的蒸泳水去的 那他要你在沙漠,在沙漠没有水的时候真的绝情到不得了 上面是极猛的太阳,下面是又热又干的沙 但是你知不知道一样东西,在你以为完全的绝望 假如一夜之间下雨,一夜之间下雨 沙漠立刻第二天早上就飙了绿芽上来 沙漠其实就不是完全一滴水都没有的 他通常都有一年都有一个孤定的时候是会下雨 但是下雨就由几寸到十几寸 因为它的水分蒸发是远远比水能够下到那个沙漠 所以地就过分的干,是变成沙漠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沙漠就是不育不无之地 我见过最美的花是沙漠 沙漠开的花,那种红色黄色是你平时在花圃见的花,看不到的 你会知道颜色有些颜色是有肉的,是很确的,有些颜色很薄的 不断故意游一层的,我们花圃的花是因为用刺激的成长的激素来养它 所以这些花是很快成长的,但是又用过分的肥料 所以那些花,你看到的花,那个花板过分的薄,颜色过分的薄,过分的浅 但是沙漠一夜的雨,它就会撞到那些声 就第二天早上全部都浮起一些,生了一些绿的牙出来 而且很有趣,在我们自己培养的花,你就生了牙 很久才会有花,但是沙漠是不行的,因为沙漠你没有跟着 你好像那样等整个月才生牙,死掉了 那你为着要争取能够棉植下一代呢,它就很快就会飙牙 然后就掉了,然后第二天就碰上开花 快过你能够拍摄的照片 Ben姐妹这里私人用一个很美丽的比喻 就是说,很多人都以为 首先,人就以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连着一场的派对 他永远不知道原来我们的人生有事,不是派对 当疾病临到,当打击,失意,当我们的无意事临到的时候 还加上一样东西,我们的人生一个特别的地方 逆境通常是复兴的,不是一件一件排着队 是一起站起来,不守规矩,打尖的 这个是逆境 但是幸运的事是很少的,幸运的事是一件一件临到的 你什么时候会见过,那些幸运好处的事 打尖地堆在你面前呢,没有的 但是打击,损失,逆境 通常就会复兴临到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我们才有说 屋楼又兼逢年夜雨 是不是 你不明白屋楼整晚在那里落 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处于一个这样 即是四穷六绝的时候 你是绝对会望天长叹 为什么这么拯救我 是不是 我们绝对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我们好像觉得上帝对我真的太过不住了 为什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假如你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请你记一记这句说话 我们人生的逆境 大多数都是复兴的 不是一件排着一件的 但是在很多时候 就在你觉得 哇,完全没有可能应付 你以为你根本没有机会 可以逃出生天 很奇怪 像这些的恩典临到 你以为你自己的生命里面 没有可能有这种的气质 或者这个特质 叫你可以过得到 沙漠的一场 你以为是不无之地 你以为落在沙漠一定死 我是熬过那个课程 我知道在沙漠其实不需要死 就是沙漠 留在三天到一个星期 都不容易是你的绝境来 因为我过去有一个习惯 每一堂都有些免费资讯给你 我今堂又讲一讲 你有没有见到沙漠有很多先人掌? 有没有见到? 先人掌? 你能够见到这么大桶 你可以用来洗澡 里面全部都是水 这么大桶 一个鼓那些 那些叫做drumcatus 就是一个鼓 整个鼓里面全部都是水 那你当然没有那么好彩 因为那些其实是很贵的 如果你见到一个 不妨抱一个回来 很贵的那些 你见到一条条很高的那些 你割了它 但你小心割 不要在下面 下面割 就所有的水都流去 那你就真的剥头 自己自己打自己的头 你先不要在下面割 在那个节那里割 那你就能够将上面那些水 都能够保留住 就算你割到最顶那一节 是没有水 通用水在下面 那上面那些碟没有水 你割了下来 然后批了那些刺 你用来叫 都非常之多水 知道吗 就是那个先人掌 那些不是很厚的 其实那个先人掌可以炒来吃的 很好吃的 这个第二个免费的 先人掌可以炒来吃的 不过这个就下一堂再说 我这堂就说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 你的人生真是绝望到这样的地步 其实里面隐藏着很多生机 在你的苦难里面 很多生机 但最奇妙的一样是什么 你完全猜不到的 不是那一场的风暴 不是那一场的干案 你完全不知道 原来你 生命里面 不是完全不露的 不是完全只顾 这个熟世的 金钱 你一直都是这样说自己的 说自己 哎呀我是狗肉和尚 你不要跟我讲福音 我就是常常喜欢你 明压你 你跟我讲福音 测气 不要这样以为自己 你不要以为自己 是对属灵的东西 完全没有了解的能力 一夜的雨水里面 隐伏那些生机 那些牙 那些根 就很快 就会生出 它的乱牙 还有你猜不到那么快 又跟着有孔 跟着开了花 开了的花 我再讲一次 沙漠的花 是你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 它因为时间太短了 它以为是最短的时间 吸引到有军虫 来光顾它 光顾它 光顾它 所以它要长出一些很漂亮的花 很强 很厌丽的颜色 吸引军虫来 然后呢 是让它能够吸引到它的蜜 可以在这么短 大概三五日的生命 立刻就可以传播到下一代 是为了求生的 所以沙漠那些植物 那种生命力 完全是估不到的 是经过干旱 然后你才会变为 你才会经历 那个六周 然后圣经那里呢 下面那两句 就是极其犹太式的说法 是非犹太人很难认的 他并有秋雨春雨之福 蓋满全谷 为什么要说秋雨春雨 不是春雨秋雨啊 原来犹太人呢 那个龙耕呢 是这样的 先有秋雨 就松土 泥地 然后下种耕种 是先由秋雨开始 就是一个龙耕的calendar 是由秋雨开始的 有秋雨就开始松土 到第二年的春天就成长了 到下了一轮春雨之后才好收割 那等于呢 秋雨就Promise明年有收割 再加一场的春雨 就表明这一次的农作是完全成熟了 那这个呢 就是这里所说 之所以有秋雨 有春雨这个意思 秋雨之福 就是蓋满了全谷 人生最无助的时候 不要立刻放弃 你所有的转机 都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人生的转机 不是你陷在危机里面 你哪里会警觉 那是一个转机 这个正是绝情谷的再生里面的秘密 然后第七节 他们行走历尚加力 各人都在色安得以朝见实 什么叫历尚加力 这个呢 又是我们常常是只有 有联想幻想 但是内容是没有的 希伯罗文的意思是很直接的 什么叫历尚加力 他们走过一城又一城 是表明那个人的生机旺盛 可以继续向前立 这个正正是很多人 经历苦难之后的生命的体验 他和一般人 小小的苦楚 就已经喊声叹气 但对这些 经历过人生的干汗谷 这些的人 他反而觉得 这些真是很小事 他可以过了一城又一城 过了一城又一城 那么他们呢 始终因为这样的力 他们就可以 个个都来到石安去朝见神 就看到 见到 见拜到上帝 最后那次 我就很喜欢 其实最后那次是很有气势 是因为他经历人生种种 始终见到上帝 然后呢 他就发出一个的祷告 那祷告只能够用希伯来文 来感觉那种气势 但是如果我们讲了希伯来文 那都不明白了 于是我就找了 找呢 我们有一个英文翻译 很近希伯来文的气势 我试试将那个英文的翻译读给你听 就会和我们中文的翻译呢 是那种的较为低调和温柔的声音 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第八节是一个海歌 那海歌呢 是永远的情地唱 就不会是低调和温柔的 是吧 所以呢 我试下呢 按着希伯来文的字序呢 来和你将这个 译成英文 O Yahweh Hear my prayer Give ear O God of Jacob 这个是那种呼喊 当他见到上帝 遥远见到上帝 他就向上帝 O Yahweh Yahweh是耶和华的原本字 曼君之耶和华呢 就是十八 Hear my prayer Give ear O God of Jacob 其实这一个经历 走过这个路 他最想要向我们表达的是什么呢 首先他告诉我们 当你遇上生命的苦难 你怎么解释它 第一 不要以为 生命只有 只有派对 只有庆典 我们北方人有一句说话 我相信在座当中 可能有弟兄姊妹会认识到 有一句说话就是 我们人呢 你给他一生的饅头吃 他就学得等限 但你只要给他吃一个拳头 他一生都不会忘记你 但我们人生怎么可能 只有万头没有拳头 拳头来的时候 和着沙泥来吞也要的 那个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 是你怎么处理的问题 有谁经历这个人生 是只有平顺和祝福 没有剥夺和损失呢 私人其实是要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人常常都会遇到苦难的时候 就只把那个苦难受苦的时间 把他遇到出来 只解释苦难 忘记了你前面 九天的时间 你都是蒙福 是很平顺 今天第十天 你有一些难处 你有些难处 你就只 你 single out 就是十天 你只解释你的苦难 你的人生就很痛苦 就非常难过 人生怎么可能 只是这样的呢 你的人生都不是这样的 我们干汉谷这个字呢 我们广东话有一个字 好解释 我现在呢 就少少带那个翻译国语的弟兄难过 那你是广东话了 有一个讲这个的情况呢 就很传神的 很传神的 那什么叫干汉谷呢 就是人又老 钱又没有 钱又没有 那我们香港人呢 我们觉得这个呢 就是人之最 最惨的事 人又老 钱又没有 是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resources all out 完全没有了 干了 但是呢 你又却说已经来到一个 垂余老之年 你要再来都没有机会了 你没有机会再回去再赚钱的了 但是呢 你有全部的resources都没有 是在那个情况下 我们感觉到自己就 就陷在这个干汉谷 陷在干汉谷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干汉谷呢 是多过流泪谷 你流完泪 你抹回干眼就可以再走过 干汉是我们来到一个 绝对helpless 绝对没有了resources 是这种你要走 但是无办法走得下去 那种的情况 是我们人生最尴尬痛苦 是失望绝顶的一个时代 在这里 我们觉得这一篇的诗 对我们有特别的好处 但是尽管你是一个这样 人又老 钱又没有 你知道你前面的路 仍然走下去 那这个作者就开始为我们 介绍入第二个set的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说 你怎么看你的人生 你看你的人生 是不是好像那些实传主义者说 没有得你的同意 就被抛到这个大地上 语语独行 到最后也不经你的批准 又把你收回去 是这样来解释我们的人生 解释到我们的人生 非常的无奈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这个作者用一个很积极的角度 来说我们的人生 他说人生是什么 人生就是一趟朝圣之旅 开始的时候 你当然居于异地 你才有需要去朝圣 有这个念头和欲望 那到你要朝圣的时候 在朝圣的路上面 不要以为全部都是平顺的 朝圣的路不是每一站 每一步都是顺利的 但是目的地你却不可拾去的 这个是心中往朝圣大到直奔的人 有福了 为什么有福了 他的技力不再道路两旁的逆境 或是小小的骚扰 而是在终极那点 他要去朝见上帝 是这一样东西 叫我们人生的路 因为我们的进头 我们的目标 是定征在上帝身上 那你又怎样 你又会看到旁边的苦难 不过是一个过场 他自己没有终极的特性 是一个过场 很快他会过去的了 其实你自己不公平 你公平的 你拿一支笔和一支纸 你计一计 你受苦的日子多 还是享福的日子多 包括自己觉得自己是良天内的人 我们有些人肯定觉得自己是苦的 历史最凄惨的人物 是因为我们将一个遇到的苦难 把他放到鬼死这么大 我们说你有苦难那一天 你就看到鬼死这么紧张 激了整个天空 但当你很平顺很快乐的日子 你过了 闻老懒尼这样 所以为了帮助你能够正确地看你的人生 不妨拿一张纸出来 计一计去年 2000年 遭受多少损失 三月的疯狂不可以算在里面 知道什么叫三月的疯狂 买股票那些人 三月 人买你又卖 人炒你又炒 这些人 这些是够柔自主 这些不可以算做任何事 谁叫你扔下去 谁叫你以为有些公司 明明没有业绩 你都以为它是升硬的 是你这样做任何事 是你这么愚蠢的头脑 叫你受这些损失 这些关天关地鬼事 关你自己的事 这些自刀苦日就不可以放在里面 是你有自虐狂的问题 所以就不要把那个算在里面 然后你计计你去年 整年 有多少真正的打击苦难 有多少开心 值得感谢上帝的事 当你没有办法地非要经过不可的时候 经过之后 你觉不觉得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不同的看法呢 你觉不觉得经过那场苦难的洗礼 你对人生的看法是甘不患 你感不感觉到是很宝贵的 你觉不觉得你对人生的寄望和你的透视 是心境平和一些 没有非分之想 也都不会太过激动 我是患病后自己还在应付着 还是很忙要去医院 去做种种的检查和医治的时候 1996年 我是1992年患病 所以患病后大概四年左右 就仍然在努力挣扎着 很多的损伤还在努力修补着 在那一年的清明 我们就从医生处 确实知道女女染上了红斑狼瘡 这个消息当时是绝对承天逼励的 绝对承天逼励的 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有病 我心倒塌了下来 我心倒塌了下来 乱只是不够三分钟 不够三分钟 但是当确定从医生处知道 女女染上了红斑狼瘡 我足足有三晚睡在床 是不能够睡得到 一路都跟上帝在那里吵架 我还记得我用广东话问她 我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你到底搞哪一波 我还记得我这样问她 我问了很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说你把病给我 我懂得解释 这个苦难是可以变成有意思的 但你把这一场病给我的女儿 她是不懂得解释 她那时候只是十二岁 那我说那个意义在哪里 我有这个 我女儿被证实有这个病 是刚刚她的班主任 是死在红斑狼庄 由她病发到她的面是因为这个狼瘡而灰烂 到她睡在那个棺材 整个过程我们都知道 她到末期的时候 是要找个头巾整个面包住才出来 我女儿更加知道 因为她是她的班主任 所以由头到尾 我们都知道 一个红斑狼庄那种恐怖 还有她可以一扑出来 她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 一下子好像狼快就把人的生命 吃掉了 那时候我就读到一些 或者因为一个澳洲医生 把一些资料 就是把一个红斑狼庄 最权威那本的医学书 寄给我看 那里说红斑狼庄 我很相信这个统计数字 是西方的数字 在亚洲应该高跌 但是她就说每一百万个人 其实那个统计是每十万 但是因为她每十万个人 都不够一个人会染上 是零点六个人 所以我就不如说 每一百万个病人 会有六个人染上这个病 一百万个 会有六个 那我说 这么责都选得上 这么责 但是很快我就明白 我们用统计数字 来了解我们的遭遇 是很傻的一件事 因为统计数字 是一个最不仁的地方 就是用多数来定理你的命运 人的价值 刚刚就是我们人 是可以升过多数 而走出自己的路 所以统计数字 用统计数字 用统计数字 来看自己的命运 常常都会落在 很悲观的景地那里 就是很无辜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染上这个病 是一场很深重的功课 这场功课 我跟大家解释 开始的时候 那种叫凄凉法 因为红斑狼疮 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病 香港只有六个医生可以医治病 那医生呢 在政府医院很多时候 那些医生其实是不懂这个病 但是他又要照顾医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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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那个部门来医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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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元港幣 Bigета 也等于加幣erma1500元 一个记者做了一个研究 就将香港医红班囊庄医生 濫收费的情况 就写这篇文章公布出来 你就算付得起钱 你要做很多点料 你要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器官受了损坏 所以那个时候 带着女女和太太 就是在最热的街头 一个星期是这样周树坡 足足很多星期才做完第一轮的检验 我们在那段时间的确是相当相当的辛苦 但我告诉大家一件事 最近女女只是鼓励我们一件事 她说爸爸不要担心我 上帝这个病拿去的很少 但她给我的很多 她这句说话是充满了故事的 因为在这个病之前 她是一个很outdoor 很喜欢运动的女孩 因为她早发育 我很怀疑是因为她早发育 引起这个病 但无论如何她早发育 所以凡是田径游水她都对的 又代表游尖区去月区去参赛 是那种很运动型的女孩 但这个病一来 所有outdoor的活动 全部要停止 那停止是怎样的 人家可以出外面去活动 她就要留在屋里面 对着那个弓 自己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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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的音乐肩份就这样发现了出来 结果很快他就考了钢琴八级,还是拿一个Distinction 他考Carrie更神奇,他只是这样拿着吹,吹了几个巴巴 那个考官就说不用了,行了,又拿了Distinction 但是最后呢,是因为他有这个病,他整天都不能够出席 学校的运动会,任何的活动,那些同学很快就知道他有这个病 同学因为知道他有这个病,就非常疼他 后来他进了一个Mrs. Society,他就做起一个Orchestra的指挥 结果是因为可能别人同情他一个有病之身 所以他说任何东西都有效的,那些人都听他的 结果就带到那里整阵乐队,就拿了不知多少的奖 包括了两次在澳洲的Opera House都拿了奖 以至到呢,澳洲当局就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小孩,那个指挥是很出色的 结果呢,这一次奥林匹克,开幕就请他去做表演 所以说的是如果我不是有这个病,我就不会经常在家里��들sch training 我就不会靠着陆了企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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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 我不是有这个病,那些同学不也不会很疼我 我又不会把那些鱼管治得那么好 所有的事情,他就是说,上帝拿去的很少,但他也 мат给我的很多 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正正说明了流泪谷变为全员之地的秘诀 完全说出那个秘诀 你如果只看到那个打击,剝削,或是施断 你看不到上帝除去的,拿走的 只是你生命里面的次要和杂质 但他要加进来的,就远远保贵得多了 我不可以想象,如果我女儿是一个运动,一个田径选手 我会不会是这么爱惜这个女儿 意思就是说,她如果是一个田径选手,她就天天夜夜去练,练到手刮又起箭又黑鼓勒 一定是这样的,我很好看有一个女儿,怎么会变成一个整个李丽珊 我觉得不是很好,我觉得不是很好 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东西呢,她最喜欢用来治愈的 是因为她完全不可以晒太阳 所以因为长年累月避开太阳 又加上她要吃那个类负醇 你知道类负醇的负在用是什么吗? 越吃皮肤越薄 皮肤越薄,那些血本就越近表皮 越近表皮就越红粉花灭 加上完全没有太阳 就白雪雪到你塗SK-2都没有用的 她就是那种,到了她现在,是那种完全对真人的头 是好像飘过那么白,但又红薄薄的 每个同学都问她,你怎么搞得皮肤这么漂亮的? 我女儿就说,很简单的,你还一个红蚂蚂床包你这么漂亮 结果她另外一个性格就更加浮上来 她一个很喜欢笑,很喜欢性格,很向积极,乐观那边看 都是个病引发出来我们才知道的 这些人要避着沙漠的干涵 不代表你里面没有生命 不代表你现在没有生机 但是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转到很negative 你很难发现到你自己还有生机的 因为你已经为自己switch off了 你变得消极 每一样东西你只看到你没有那边 但你不知道原来上帝上上的脚 这个沙漠之旅 在你的生命是能够叫你开到那个沙漠之花 那个花是别人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 不是花圃的花 不是温室的花 是沙漠之花 是经过苦旱 但是一场春雨 就将整个地底 埋着的活的根 将它activate 将它整个重新再rejuvenize 一夜之间就冒上绿牙 结出包泪 开出花朵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没有一场的风暴 没有一个的干旱 是要夺去我们生命力 夺去我们的生命 它要的是要加给我们 不是要拿走 就像我女女说 它直指拿去的是很少 不要夸大了它 直指拿去的是很少 但它要给你的是很多 要尝试容纳得到 是因为这样 对一个 经历这种 生命的剥夺的时候 我们就真正能够知道 什么是一个朝圣者的生命 因为你突然间 在你的对话里面 出现了一个的人物 以前可能不会出现的 就是他 上上都会提到他 他怎样 他怎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耶和华 在我们心里面 朝着他来奔走那一位 所以 在我们的daily conversation里面 你突然间发觉 你多了一个reference 那个reference 是活的 是常无现的 and it's also very effective 很有效的 在改变你的 我知道你们当中 很多人都有看过 陈成贵的六音带 那个六音带 就是叫做爱是永不止 很多人都看过 很多人在这个六音带 是得到生命很深的一个领悦 我想将一个六音带没有的故事 告诉你 是成贵离开世界 两个礼拜所发生的事 那时候他在新加坡 我在香港 但因为成贵患病 大家知道陈成贵是那个case 他本来是一个明星 是挪威想栽培 成为他手下的第四条龙 是成继成龙的位置 是一个很英俊的男士 很英俊的男士 结婚的时候 跟他太太 他太太也是很delegate 很delegate 很漂亮的女孩子 我们是以为世纪的婚礼 不是他好华 而是男是很漂亮 女又很漂亮 我们通常都觉得 男又很漂亮 女又很漂亮 总是有一点不太刺利的感觉 可能 始终 不知道是男的 要夫妇女的 因为女的要变心男 整天都有一些不刺利的感觉 这个真的不太好 我一生认识我对漂亮的人 很多都不是太好的 不是太好的一个下场 就是麻烦 那天我在书榜做事 做一做一做一做 我里面有个感动 我感动就是 我觉得 我应该和太太一起过去新加坡 探望成龟 其实她有病的时候 我一直都有每天 跟她说两个钟头的电话 她太太一直都教 她问我很多很多东西 应该怎样 应该怎样 所以 是一直follow了几个月的案件 突然间 她要去新加坡 我本来就叫她不要去 她妈妈一直说 在香港医院不行 所以搞得这么论盡 谁知道她去到新加坡 绝对不行 结果她跪跪了 我和她有一个很深的关系 是因为她患的病 和我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 那个岩种楼 travel的direction是不同的 我的是向下发展 它是往上走 往上走的岩种楼 的路很短了 就会越过了我们的路膜 是吧 从这里 都不够四川 就穿过了 很短的那条路 加上上面 全部的组织很密 所以在任何地方 都会压着神经 最明显的 就会把眼睛 推到原有的位置 到我去到她家 探她的时候 两只眼 已经没有一个角度 能够一起看到两只眼 因为两只眼 已经被推到太阳穴 那里 两只眼长在这里 正面 就在一个大的肿瘤 由鼻到页头上面 就是一个大的肿瘤 那大的肿瘤 其实里面充满的 都是那些浮血 黑色的血 因为里面的器官已经液化了 这些癌肿的侵袖 已经液化了 那她的鼻歌 是长期塞住了两条 用刺子捲成的鼻塞 是防止那些黑的鼻血流出来 那些黑的鼻血 除了是败坏的血液之外 就是这些液化了的组织 所以是很臭的 很臭的 她的太太整天都要把她塞住 那搞不搞呢 就要拿一个小碟 然后拔开 让它流流流流 不要让它一直这样盯住 一直流流流 然后又找两条新的再塞住 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嘴唇 是看不到那个外唇的 因为总的缘故 整个嘴唇的里面都翻了出来 这个外唇是完全看不到的 那你看到的就是 两大的内唇翻了出来 在那个时候 我们香港流行一个 非常之折舵的形容词 说一个口口嘴唇 说一个人嘴唇口 有一个很折舵的形容词 就叫个人叫做 看不到包嘴唇 我说你见过真的嘴唇 向外翻的人 你这一世都不敢说这个说话 你这一世都不敢 但是最惨的是那条顶 我只能够用一样东西来认的 那条顶呢 就好像用一对女人的丝密 带着一代的積木 那条顶 完全是颜种 凸出来 三千八角 摸下去 刺手的 刺手 那时候 他已经不能说话 完全没有了 这个沟通的能力 又因为他住的那个地方 是一个没有空调的角楼 极度的热 所以他是长期 他太太将他搬到床 他就将他放在床的边 但是你离远看 因为瘦 因为整个人瘦得不像样 他就整个人摺起来 就十足 我们以彻下书所说的 就好像一堆烂的麻布堆在床边 整个人就是这样 我那天就带着圣餐 要跟他举行最后圣礼 我们跪在地下 大家受握手 每一次当我说到圣跪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肉 是为你而抹开的 圣跪就将他的手 拼向我的掌声 我就说圣跪 这个是基督的血 是为你的罪而留的 他又再一次将他的手掌 不断押在我身上 很奇怪我跟你说 我感觉他要将一个message 押向我那里 因为他说不了 奇妙的地方 是我收到一个message 我收到一个message 所以当他太太阮雅 送我下去停车场的时候 我就跟他太太说 我说阮雅 你一定要let go 你不let go 他去不了 我说圣跪和基督 已经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是爱人没有办法明白的 他也很向往那种的关系 圣跪就回答了我一句话 是让我很受感动 我跟他这样说 圣跪两只眼 有两抽的泪 如果我们以前 我们中国的小说 有描写过一个女人流眼泪 好像两寸断了线的珍珠 整寸的珍珠流下来 你见过 你就知道那种的伤心 你都不想再见第二次 你都不想再用那个词语 我见过两次 两次都是癌病人 和他的亲属见到的 他说 牧师你知不知道 几日前 我已经let go 他说 那早上我起床 正在预备早餐 给城柜 那时候太阳已经晒进来 照在城柜的面上 他说我突然发觉 我从来没有见过城柜 是这么英俊 是这么迷人 其实那时候 城柜的样子 已经恐怖到一个地步 与牙要用Polaroi 每天早上拍他一次的照片 然后让很多基督徒 他要来看他 他要先看他 有一个预备 免致进去 完全unexpected 就哗一声叫出来 要成贵伤心 已经是这样 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是常探望 癌病人 我都没有见过 一个癌病人 那个臉 是被扭曲成这样的样子 与牙说 那几日前 我已经聪明了 因为我没有见过 一个这么美丽的城柜 我离开了与牙 搭飞机走的时候 沿途没有说过一句说话 和太太 看着窗外 我感觉到 好像我有份与 一个生命的奥秘 我有份 participate 一个生命的奥秘 在城柜来说 苦难 没有将他和基督打开 相反 quite the opposite 他在基督里面 有一种深深的关系 是旁人没有办法明白的 这是他拼命 用他的奥 押向我的奥 那个message 然后 鱼牙 他的太太 在她丈夫的面上 看到一个 上人会尖叫的恐怖面孔 但在鱼牙的心里面 他看到一个 从来没有那么美 你这么迷人的景象 你以为苦难拿去了多少 苦难提升了我们 他就奥去了我们 原来after all 保罗说的说是对的 什么可以叫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 难道患难刀剑等等 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享受的爱 都圣过有利 原来所有这些都没有 苦难 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没有 不要以为我们人世间 有哪个神的佛的保佑就没有 我们一定有 我们一定有 只在你怎么做 但是对一个 朝圣者 我们整个不同了 整个不同了 那个不同的就是 原来基督 在一个受苦的人身上 是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和改变的力量 我们心里面如果朝着我们的上帝 沿路当然有德也会有失 但你会觉得那些不断非快 就会在我们那里两边过 唯一不过的就是我们前面的目标 是这个目标 将我们整个对人生的解释系统换了过来 将我们对这个苦难风雨的感觉 直逆转了过来 然后我们就说 风和雨 不是要将我们摧毁 好似雅哥所说 北风亚轻起 南风亚吹来 吹在我的原子里 将我里面的香气能够发出来 好叫我的良人快点进入来 原来苦难 想不到的 竟然会做到一件这样的事 是苦难 将我们变成不像人形 是将我们一个未熟的果 好像摘下来那样 但是他怎么会估到 原来苦难 将我们和我们的人生最终的目标 结果是完全可以完成一线的 弟兄姐妹 不要对生命有任何的奢赏 包括信耶稣 我不会骗你 我不会告诉你你信耶稣 信耶稣就搞定了 不可以喝一杯凉茶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我告诉你一定是辛苦的 我们说信耶稣不是没有苦难 信耶稣我们能够预风而行 我们能够对北风亚轻起 南风亚吹来 我不怕你 然后你突然发觉 你整个人生 阔了很多 你有没有记得 西法来书跟你说 很多人 很多人一生因为怕死 而整世都只能够做死的奴隶 我们中国人最明显 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最糟糕 我觉得最好的部分 也是孔子给我们 最糟糕的部分也是孔子给我们 多得他不少 是孔子告诉我们 未知生 焉知死 就叫我们中国几千年的 中国老百姓都误解了 搞错了 真正的一件事就是 未知死何知生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如何去到那个end 以致我们很害怕那个end 但我们人生的路 刚才那首歌很精彩 我很少见到现代中文字 有这么精彩的歌和字 读得到 如果他的意思是这么准的 是这么深的 我很少见到 就好像说了 你年轻的时候 你就好像你追时间 整天等过年 等着都过不了年 是不是 听不懂 到你大了的时候 不等过年转眼又过年了 转眼又一年了 又大一岁了 我告诉你 你过了圣诞节 没多久就过年了 知不知 今年过年在一月尾 你进入了过年的范围 没有多久 如果从香港来计 我们整个市面就有过年的气氛 那些唐果谱 又开始摆那些 一个屁股红色的那些战队 记不记得那些战队 这次你又有过年的气氛 你说等下过年 我很记得我们小时候过年 起床 转眼就吃晚饭 吃晚饭 我们就问 妈妈 这样过了过年 其实都没习惯 已经过了过年 你小时候 一日到晚 你都觉得时间很慢 但一到这么一刻 你就觉得你和时间惊猜 到了垂老之年 在时间追着你 在时间追着你 因为他很有名的 志乐家的说话 他这么说 他说 我们经常说 时间飞逝 我们经常说 时间飞逝 how time flies 他说你搞错了 you fly time stays 是不是 不是时间飞逝 是你飞逝 你一代一代这样过去 时间 still there 时间还在那里 时间没有老到 时间还在那里 那你飞逝 你飞逝去哪里 那夫妻又告诉我们 说了一个错的护士 给我们听 以至我们个个都因为害怕死 以至我们不敢说死 以至我们对死既无内容 又无language 因为我们无内容 无language 我们无从讨论 以至我非要面对死不可的时候 我完全害怕 只有害怕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讨论 所以都为我祷告 我最后一本书要写 我跟你说 就叫做生死与命运 我要将死亡的面目 我要将他的面纱结出来 我特别在medical的部分 我特别在medical的部分 我要将不同的病 如何死的过程 我要将他们全部解决出来 因为日本人在节目里面 在电台电视上 常常用死亡做一个主题 来探讨 所以日本的文化 充满了死亡的内容和言语 所以日本人不害怕死亡 甚至到最近 有日本有些笑话 是围绕着死亡去collect 我要做到有一天 我写完这本《生死与死亡》 我要在电视和电台 我都要主持这些节目 是要将死亡推到去 上下人都要讨论它 不让死亡一生威嚇我们 所以我的问题仍然回来 当我们这样飞逝的时候 你知道你要向哪个方向走 基督教提供一个非常精彩的选择给你 如果你看到你一生是一个朝圣者 你就是朝着上帝的终点来走 你在自己的分手里 你是走向上帝的将来 God's future 不是你的将来 你的将来和上帝的将来有什么分别 你的将来很比你今天存五元 一个月你就存八五元 每天每天存一年 一年呢 我不懂这样的计算 我计算 一个月存一百元 ok 一个月存一百元 那你一年呢 你存一千二元 那你说你就 五十年后 五十年后 你就存到六千元 是吧 六万元 六万元加上福利息 有多少钱呢 你自己全部都知道 所以你觉得很绝望的 我们的将来 就是我们一分一毫的积蓄上去 就算加上利息 我们都知道我们年老是不会发达的 我们都不知道呢 五十年后 那个一百几十万 是买得了多少斤白菜 我们都不知道 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 一层楼多少钱呢 三万元 那时候我住在布林街 我都记得了 三万元一层楼 现在三万元都买不够一个门钟 不要说买不到厕所 一个门钟都买不到 一个门钟都买不到 一个门钟佔的位置都买不到 当你要自己存钱 你积蓄你的将来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有的将来 这个就是一个因果的将来 由因及果 我们将来有什么surprise所言 no there's no surprise 到你存够钱 拿回那笔钱出来 你就要住那笔钱 不知道很生气还是好笑 神的从来是什么 是神为你预备的 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为我们预备的新生命 圣灵赐给我们的平安 保障将来的盼望 有一天是因为我们走向上帝的将来 我们的将来 不是由现在加现在 一路加五十个现在 而得的那个结果 由因而及果的果 永远不会 unexpected的 如果我们的将来永远是 within你的想象和预算 你的将来就很沉闷的 你知道什么叫做门吗? 门的意思就是你predictable 你估到的 你每天存这么多钱 一年后你有多少 十年有多少 你全部估到的 门的意思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的人上班 下午去饭堂吃饭 这么凄凉 因为你猜到 猜到吃什么 猜到吃什么 有鬼胃口吗? 闻到味都知道 又是那批东西了 你哪里还有胃口呢? 是你猜到的 你猜到就没有胃口了 为什么有些人说到这么难听 因为你猜到 题目出来了 你猜到三个分点 四个笑话 全部都知道了 我们人生起来不是这么一样 如果你的将来由因果计出来 是完全predictable的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你的将来 就会limited 你都是很悲哀的 但当我们将神 定为我们奔走的目的 以神为我一生 要去追寻的目的 以上帝为我朝圣之类的终点 最终你全部是 unexpected 这个是福音 福音不是一套观念 换了另一套观念 福音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用他一生为你做了的事 来换取你的一生 所以福音永远是一种 encounter 永远是一种相遇 而永远不是一套观念 换另一套观念 我们就可以 经过那个流淚谷 而走入那个全原之地 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祈祷好不好 我今天 是将了 不是一个福音信息 告诉你 我今天 是将一个我生命经历的 那个过程 告诉你 我走过我的流淚谷 我跟你分享 我和我女儿 经过这个全原之地 我都和你分享 我现在想你 低头我们一起祷告 请我们 大家低头 我特别向在座 我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发出一个呼召 如果你愿意尝试以耶稣基督 你去代替你前面的目标 如果你愿意在你这个人生的路奔走 你愿意在你的生命那里 就算他经历了什么的剝削 压诈 但是你仍然要因着福音 你要重新来改写 重新来解读它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 我很愿意邀请你 请你将你的手举起 我盼望能够为你祷告 请问我们在座有没有人 是愿意接受福音 做你今后你人生的新的目标的 有没有这么愿意的朋友呢 如果你愿意的 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 我们有人要帮你一起的祷告 帮你重新再安排你前面要走的路 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 你将你的生命摆上 让耶稣成为你一个新的解释系统 你要经历一个新的生活 一个生命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的呢 如果有请你将你的手举起 我们要为你一起祷告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你不用害怕 你也不需要担心 我们只是想帮助你 来转换我们这个人生 我们的目标 请问有没有弟兄姐妹 或者有没有朋友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 你在这个地上 你走这条路是不容易 你转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可能更加困难 但我告诉你很多人都走过这条路了 他们跟从耶稣的见证 你都听过很多 这些所有的见证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时间问题呢 我问最后一次 我们就会开始祈祷了 请问有没有朋友 你愿意接纳耶稣基督 让你的生命有改变的 假如你有的 请你将你的手举起 我们会为你祈祷 好了 假如没有也不要紧 我们求圣灵 能够在我们平时的时间 能够感动我们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都特别纪念一些未信福音的朋友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亲爱的耶稣基督 我们对你说 我们走这条世间的路 我们走到现在 我们的确是感觉到有疲倦的 可能当中也有些人 还会年年经历一些打击 一些的剝掉 我们在我们整个人生的旅程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经历 一而再那种无奈无能的招架 但是疫境却是好像福盛那样临到 叫我们没有办法去应付得到 在我们当中有不少的朋友 来到这个地方人生路不熟 也要面对这么多的转变 因主我们求祢特别纪念他们 特别直升令 在他们的旁边保卫他们 在他们的余下的路 他们需要上帝尼看护 好像麻英看护她自己的小初 又好像妈妈允养她怀中的婴儿 我们求恩主 对我们这里的朋友 你特别的保守他们 你继续用圣灵 你教导他们 用圣灵来吸引他们 阿爸父我们对你在圣经留下宝贵的说话 我们感谢你 我们爱你的说话 愿我们今晚所谈论的说话 你自己的神圣的语言 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发出亮光 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我会把你带来 你对他家庭的道理 我做什么 用圣灵的无缓 你忍不来